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在这一日 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孩子 在这一日 我们相信 你要赏识 我们足够力量 在这一日 求主圣灵就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今天同时也是6月5号礼拜天 因此 今天的经节 我们会跳开以佛所书 直接来读 其他的经卷 今天的经节记载在 约翰福音第20章 19节到23节 那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这短短的经段当中 刚刚好正在告诉我们 主耶稣所赏识的圣灵 在门徒身上所彰显 很特别的权能跟力量 那日事实上 应该是这么说 那一日是七日的第一日 而七日的第一日 就犹太人来讲 那是个安息日过后的那一天 而在那一天 事实上主耶稣的门徒 他们还心有余悸 因为他们的主被钉上十字架 他们同时也害怕被其他人所钉上 因此他们聚在一起 虽然聚在一起 虽然有彼此 但是他们仍然害怕外面来的这些威胁 因此他们在惊恐 在害怕的时候 主耶稣就突然间显现在他们当中 要告诉他们 愿你们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你们平安 正是我们在惊恐的时候 在彷徨无知的时候 在我们的主被抓 我们害怕的时候 我们听到 能够帮助我们 从惊恐 从害怕 来转为喜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因此第一个平安 其实是 正是主耶稣告诉这群门徒 该在他里面平安 即便这世间有许多的困难 即便这世间上有许多的威胁 但上帝的平安将要临到 他的殖民 他的百姓身上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在惶恐中 在犹豫的里面 我们需要向上帝献上祷告 主啊 求你赏识 使我不惊恐不害怕的平安 就临到我的身上 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的力量 第二个平安 是接下来 主耶稣告诉他们 因为主耶稣 说完那句话之后 有显现了他 肋上的手 手跟肋肋肋的那个刺痕 显给门徒看 一方面证明 他就是主耶稣 二方面更证明 即便受到伤害 即便受到苦难 但上主所赏识的平安 正要在这样的历程里面 来显露出来 而第二个平安 正是圣灵差遣 要赐给我们平安的那一个力量 因此接下去 二十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而这个愿你们平安 有非常特殊的意思 好 我们经历苦难 经历打击 经历威胁 经历害怕 这些 主在这当中要赏识给我们平安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 当我们领受的主所赏识给我们平安 我们就成为主耶稣所差遣的人 而接下去 主耶稣这样说 就好像上帝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而这正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加灵节 是要纪念 是的 是要纪念两千多年前 那群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房舍当中 他们所遇见那圣灵临到他们 使他们开口见证上帝作为的那个事件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是教会的生日 然而不只在纪念那个生日 不只要我们记得那个生日而已 而是要让我们明白 圣灵是活生生的圣灵 他如今还在 他还在我们生命里 因此 我们除了不要害怕之外 我们还被差遣 成为去祝福别人 使人得着平安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就是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去传福音的人 求主的平安就真实临到我们 因为我们被差遣 要去告诉别人平安的好消息 愿主的平安在今天的这个时代 特别在疫情 似乎还在威胁的状况当中 但上主所赏识的平安 相信他必能与我们所有人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赏识的平安就与我们同在 并且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虽不安 但有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能够从你的圣灵支取力量 去跟人分享你的平安 求主与我们同在同行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